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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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个案件发生 是达到1600人都涉及作弊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印度的官方的一个考试 就要求规定说 你们必须这些考生 必须只能拖到 只剩下内裤来考试 针对男生吗 针对男生 那女生考试该怎么办呢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军人 军人招考 所以好像没有女生 那军人招考 军人招考 那也就这样了 但是似乎还有更好的一种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如果是你作弊的话 你也可以在你作弊到教室里考试之前 然后有一些机器检测 scan你的身体一部分 看有没有什么义务的状况发生 这是一种方式 你总scan不到纸条吧 但是今天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不然 他们不是在教室里考试 他们在大操场上考试 广阔无边的草地上考试 不知道考些什么样子的试呢 而且没有桌子 没有椅子 是席地而跪的 就坐在地上 那么他们怎么写字 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看起来 这个场面是蛮壮观的 就是一群半裸的小男孩 坐在一个很广阔的草原上 然后有几个士兵在巡逻 看起来其实更像监狱吧 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风俗 也不是了解当地究竟这个考试 是针对什么样子的考试 也许报道是有误的 也许就引导了我们向另外的一个方向去思考了 但是实质是不然的 我们还是继续要全面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新闻 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考试 那刚刚这个我们来看 也是算是印度这个亚洲地区吧 亚洲地区有人口学家专家 他们就调查就指出 在未来的这个可能过多30年 在2050年的时候 亚洲这一区的人口 65岁以上的人会差不多 大概有从3亿增长到10亿 所以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 有10亿的亚洲人口都是老龄人士 都是65以上的老龄人士 那可能在未来这个时间点里面 亚洲会面临一个很麻烦的人口 这个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亚洲到2050年的时候 老人多达10亿 什么是老人呢 就是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人成为老人 如果现在算一下我的岁数到 今年是2016年到2050年 还有10 还有34年的时间 到那会儿其实我大约60多左右了 你是这个老龄人士其中一人 60多左右 好像差一两岁就65了 所以到2050年我就是老人了 目前的年轻人们 那你多大呢 我多大 50年 50多了吗 也是60左右 40多50多吧 你哪也是40多 你好好算一下 你现在是十几岁吧 不想要认清自己的年龄 是让自己蒙蔽自己吧 是啊 总的来说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对以后未来整个亚洲的情况 会有一定的影响 毕竟这样大量的老龄人 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 可能已经 比例年龄大了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贡献能力有限 那么剩下的这一群人 就年轻人不足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都是需要亚洲去重视和解决的 所以就 我们可能要加油了 多生一点孩子吧 那看到这个 我们来看另外一边 是新一代人 最喜欢 不算是新一代人 就是最常用的这个面子书和WhatsApp 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算是一个大公司提供的嘛 那么可能有些国家就希望通过这些大公司 毕竟你掌握了大量的资讯面子书 你掌握了大量的私人隐秘的这些资讯 所以有些国家会希望 这些你们这些大公司能够配合我们 当我们要一些 查一些犯罪组织的记录的时候 可以通过WhatsApp里面 可能那个人在自己隐私里面 有说过一些话可以成为证据 那么在巴西 拉丁美洲这个部分 在巴西当地时间 上周 周二的上午就有一个面子书 或说 对是面子书的高官 他被官方的人扣押 逮捕起来了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WhatsApp的 或说Facebook的这个上层人士 他不愿意透露 配合巴西这个 巴西有关单位去调查一个犯罪组织 一个毒品交易的相关通讯记录 他们拒绝提供这些记录的文件 面子书是拒绝提供的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呢 还是错误的呢 也许有部分人认为它是正确的 因为面子书呢 它需要保证它客户的一个隐私的绝对安全性 这是从面子书对于它的客户的一个中心度看 它是正确的 但是另外的一个层次 如果是从社会角度看 从国家层次看 似乎它这种拒绝交出这个毒贩的交往的这些通讯来说呢 又不是很正确 既然有毒贩交易 在有毒贩交易 这个信息呢 通过WhatsApp通过面子书在传达 那么警方有这方面的要求 那么面子书是不是理所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 去把这部分的一个通话记录提供给有关的警方呢 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 这应该是一个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呢 究竟面子书是交还是不交 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其实其他公司 比如说谷歌雅虎 这些相关的电信公司 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跟国家方面的党会合作 协助警方调查一些 提供一些用户的信息 那面子书这一次就 就是临死不交出啦 就被逮捕了之后 还是不愿意交出这方面这些讯息 可能也许这个对于他公司来说 会有很多人会很开心 就是他的用户会很开心 看到他这样的做法 就刚才说到这样的做法是有争议的 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帮助政府去捕捉这些犯罪呢 那么在害怕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之前有说过在另外一地方是 什么地方反正有革命的出现 那么就政府方面也是希望 面子书或者是这些地方 可以提供这些革命人士的一些讯息给政府 那么当出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跟这一个他虽然是有差别 可是如果你做了这一个 是不是代表你需要做那一方面的事情呢 就整体来说就是他有很多的好跟坏吧 还是要看面子书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说他真是毒品交易 那也许有的国家还不是违法的现象呢 包括荷兰 他还允许在公共场合买卖毒品呢 那么在荷兰也许毒品交易 他就不是一个很秘密的事 或者是墨西哥也是 也许不是很秘密的事 但是在其他国家 对于毒品交易来说 他认识是违法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么他对于国家和社会层面会造成 认为会造成危害 这种危害性呢 那么面子书这方面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也应该向KFC学习 因为KFC他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分店 那么他到达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呢 他都会推出自己因地制宜的那个品牌 你像是在我们大马就有我们的面包机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品位 在大马的这个土壤上生长出来的 你像是在中国KFC他就有猪肉汉吧 他也是在适合中国这个大陆市场的这个基础上改良的 那么面子书呢他现在其实全世界每几乎大家用网络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他 在这个情况下呢 全世界的人每个国家的人的文化宗教教育背景各方面都不一样 国家意识形态也不一样 那在这种基础之上呢 面子书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个营销或者管理方式呢 也是我们想遇未来想能够看到的一件事情 嗯这个就在未来再看哦 那么看现在关注另外一条片是说美国的这个大选的部分 然后这个川普地产大汉川普 这个也算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最近他的当候选人中候选人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使得很多的人或说当地这个华尔街的人是一些富豪 或是是华尔街当地的一些对经济的这群人 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消息 因为川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呢 如果让他真的当上总统的话 可能会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这个伤害 不知道川普会丢出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 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得当地的这些投资人是很悲观 而大量的出售美国的股票 因为什么而出售大量美国的股票不看好川普是吗 就是不看好川普对于这个经济的这个冲击 感觉上他就会把整个经济市场弄得乱七八糟 你看他自己做的商业还挺成功的 他的企业特别特别成功 那他的企业特别特别成功 我们如果是他在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特别特别成功呢 其实这无疑其实相比较其他政客来说 相比较奥巴马来说 这是川普的一个有力的竞争条件啊 他能够管理公司 那么他把公司把国家像管理公司那样 管理的成功也不错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这个影响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 比如说川普的外交 他就已经提倡过把所有中国的中国货贴上这个货币超 把中国贴上一个货币操弄者的标签 然后就是让这些中国的商品是 让人家说就是这些只要有山寨版的意思 这些中国商品都不能进入美国 或者是把它标签成这个道圈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把那个墨西哥的企业赶出美国之类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跟他的提议 都受到很多人的支持 当然这个对于这个经济上的角度来说 这些人可能就对这样的说法感觉很不看好 而且是非常民粹的一些意见 你要说民粹吗 是不是这些都是美国人内心当中 有 但是不敢直接说出来的话 其实在美国大家也挺反移民的 新移民包括新移民包括违法的移民 一到美国去 大家都是很反感的 在美国内部的白人阶层里面 所以呢主要的这部分的移民 还是来自于墨西哥了 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是很松的 然后所以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川普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想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建一个高墙 这个高墙阻止那些非法的移民能够来到美国 他怎么爬也爬不上去 就不能够来到美国了 这是川普的一个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 它符合广大本身本土生长的美国人的一个意见 但是现在就是虽然口上不说的这些人 表面上在支持希拉里的这些人 内心当中似乎也有这种想法 但只不过是他们不说出来而已 但是现在川普说出来了 那么支持川普的这些民众都是比较喜欢川普的这种坦白和真诚 而在支持着他 所以呢你就包括说仅止穆斯林入内 仅止穆斯林入内 我相信本土的美国人会有这样的内心的一种感受 但是一般的就是西装笔挺的这些人呢 感觉这种感受作为一个有礼仪之都 民主人权之都 美国人来说不易说出来 虽然自己心理感受是这样 但是表面上我们还是有君子风度的嘛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差别是很多人支持了川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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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